大同真的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古都 它是九大古都之一 很多人却不知道 看过了古楼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几座名楼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同古城的中心点 四排楼的位置 四座排楼分别面向四条大街 原来它都是立在四条大街的街口上 这一片的地名就叫做四排楼 50年代被拆毁了 很多老大同仁还记得原来的老四排楼 排楼为木结构 宽19.2米高 14.43米 排楼的顶为悬山顶富瓦 上有四根通天柱 顶与梁靠斗拱连接 正中上方有五朵 两边的侧门各有四朵 这是典型的四柱 三楼式的悬山顶跨街排楼 附建后的四排楼 集中的放在了街心 形成了一个环岛 每个排楼的正中上方分别是四条大街的街名 四条大街上呢 分别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 有咱们刚才看过的 温宇南街上的古楼 还有东街上的太平楼 北街上的魁心楼 西街上的钟楼 这些楼都是从大同古城改造开始 相继复建完成的 都是严格的按照原地址 原工艺 原造型 原材料的四原原则而建的 现在的这座是 东边和阳街上的太平楼 大同有条老街叫太平街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座楼有关 太平楼的楼顶是十字歇山顶 平面方形 腰缠平座的三层三爷 木结构的阁楼式建筑 总高是26.75米 体现的是近北地区 明代的阁楼艺术特征 从明洪五年间建起 直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 500多年来 它都是好好的 可就在1934年的时候 大同的镇守张汉杰 以太平楼妨碍交通为借口 下令将其拆毁了 损失了500年 消失了近百年 现如今又回来了 太平楼是大同人 对世间太平的美好诉求 太平楼供的是文昌帝君 也是我们常说的文取星 宇文庙 云路坊 雁塔等 都是古人对文化的敬仰 太平楼是大同的一家 著名的民营企业 出资复建而成的 选用的是南非进口的 高品质的硬木波罗格 就是上楼的这个位置 封起来了 不能上去 只能在一楼看一下 内部木构建的连接 用的都是古法的 所谋工艺 同身没有用一根铁钉 咱们现在又来到了 西边的清远街 这座呢是钟楼 目前不对外开放 只能是看一看外面 钟楼始建于明洪五五年 也是50年代的时候 被拆毁的 估计当时也有不少的人心痛 想要阻拦 但是身单力薄 宋庆龄得知这件事后 对当时主管部门 提出了严重的批评 钟楼的复建呢 是依据梁思成先生的 大同古建调查报告 和保存的旧照片 钟楼是歇山顶的楼格式建筑 立面是三层三沿 总高是27.24米 所用的木料和太平楼一样 也是南非的珍贵硬木 波罗格 钟楼复建成功后 大同古城的 陈州木谷又得以重现 复建不容易 涉及的问题和困难 也许比几百年前 新建还要多 希望后人备佳珍惜 保护好 这来之不易的古建重现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 北边武定街的魁心楼 明代新建魁心楼的目的和意义 就是希望闲财备出 经过五百多年 却在三十年代 被时任大同镇守张汉杰拆毁 这个张汉杰毁了大同不少的文物啊 左下角是1909年的法国汉学家 在大同拍摄的魁心楼原貌 魁心楼与其他的三座楼的这个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八边形的明三暗二 窥顶楼格式建筑 楼高是33.26米 楼顶为八角船间 就像一把翘了脚的大伞 每层外面都有一圈外廊 可以站在上面俯瞰大同古城 魁心楼附建 与其他几座名楼一样 是严格按照古法打造的 对工艺的严格把控 让它极具古风古运 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是现代钢筋水泥建筑无法企及的 各层悬挂的匾额也很有讲究 都是与文化教育 学子登科有关的经典之词 独占凹头啊 平步青云等等美好的愿景 魁心楼是可以登高参观的 咱们到里面看看 魁心是北斗七星当中的第一颗星 所以被称作是魁心或者是魁首 魁心呢主文室 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呢 就崇拜魁心 民间呢相传魁心三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 就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他一气之下 踢翻了装书的盒子就投江了 后人呢仰慕他的才华和公道 就将他封为了神灵 也留下了善心恶面光明磊落男儿好的赞誉 楼上各层都有文化内容的展览 非常值得慢慢欣赏 这一圈下来 保你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 来看一看这个是哪个故事 大家猜一猜 这是两户人家 一看这户人家挺有钱的 有瓦房 这户人家呢就是破草房 这个是什么故事呢 大家猜一猜 诶 这个又是说谁呢 一匹马 仰起来了 有一个读书人的模样吧 摔在了马下 但是手里还捧了一本书 这爱书如命啊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后世的子孙能够通过建筑 看到古人的文化 领略古人的智慧与技术 大同古城的复建 就是对古人的致敬 相信梁思成先生在天有灵 看到大同古城如今复建起来了 也会含笑九泉的 大同古城还有哪些值得游览的历史文化景点呢 跟着我和老妈继续来看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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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